Hello 大家好 玩足半年了 現在回到家 離開之前 我拜託了一位完全沒有種花經驗的朋友 幫我照顧這兩盆蘭花 他參考我一條濕蝦蝦蘭的影片 把他們照顧得很好 而且每一盆都已經刪了花經 今次會和大家分享 如何令蝦蝦蘭的花開得漂亮 和延長花期 還有出了花芽要做什麼 可以直接跳去看 花徑抽出後 刪到大概八九寸長 為了確保花徑可以保持直立生長的狀態 就需要和它做支撐 尤其當它刪到花包後 就有重力 很容易有壓彎 甚至截斷的情況 現在我準備了兩支膠枝 絲帶和夾仔 這些都不需要特別去買 因為你買蘭花的時間 已經一起送給你了 花徑向上調教的空間 比較大 向左右調教的空間 比較小 小心不要弄斷花徑 在盆邊很小心插入膠枝 這樣可以減低到 傷害殖料下的根部 再綁上絲帶 把花徑固定好 這樣就可以了 花徑會繼續向上生長 有需要時間 可以再次調教高度 蝴蝶蘭花期 我們應該如何照顧它呢 在淋花方面 它的根系是屬於肉質的 開花期間 如果植料不乾的話 盡量不要淋花 維持一定的乾燥環境 這樣花色反而會更加嚴厲 如果經常淋花 花色會變淡 枯毀甚至丟姐 過份濕會影響花生的發育 花開得很細 而且沒有乾燥 花飯盡量不要碰到水 碰到水之後 花就容易變形 以及提早丟姐 濕度如果在60%以下 花都會皺曬 花色都會變淡 想知道怎樣淋花 可以參考我另一條影片 你知道蘭花的壽命 可以達5至15年嗎? 在乾燥方面 開花期間 就要放一些散乾粥的環境下 強乾就需要遮擋一下 要不然很容易曬傷 花期也會縮短 如果過份缺乾的話 花開放時間就變短 花色會變淡 花朵也會較細 在通風方面 如果你住的地區比較潮濕 就要確保空氣流通 高溫環境下 很容易感染到病害和蟲害 影響到開花和生長 在溫度方面 蝴蝶蘭開第一朵花 日休息的溫度最好是24至28度 晚上最好是20至23度 溫度過高或過低 都會影響蝴蝶蘭的觀花期 在施肥方面 開花期間給不給肥料 網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但我個人認為 蝴蝶蘭每枝花徑都會開很多朵花 所以對養份的消耗也很大 在花期 植株基本停止生長 或者生長微弱 這個時間如果每月可以施薄肥 為它開花提供足夠的養份 就可以令到它不僅開花多 花的顏色更加嚴厲好看 但如果太多養份 就很容易燒筋 會令到花朵有提前丟致的情況 如何施肥呢 可以參考我早前的影片 最底這片老葉已經變黃了 為了減低養份的消耗 可以在淋完花兩三天後 把它剪下來 在傷口上塗肉桂粉 這樣可以收乾它的傷口 減低細菌感染的機會 剩下來葉片的根部 它會慢慢敷乾 到時再小心清理乾淨 這個就是去年的花徑位置 每一次花借了之後 我都會徹底將整支花徑剪下來 減低養份的消耗 左邊這個就是去十年前 我沒有將花徑剪下來 很快它又再開花 但是花很小 而且數量也不多 花牙通常都會在第一片大葉的液下 不會在頂部 也不會在第一片大葉液下 如果第二片葉的液下 和第三片葉的雙隔空間太短的話 是會導致花牙生不出來的 胡蝶蘭的花牙、花徑、花水、花枕 都是向著肝源生長的 每次淋完花之後 花盆的擺放方向就不要再轉動了 花徑要指著同一個方向 不然就會造成胡蝶蘭的花徑 像蛇一樣彎來彎去 不再挺直的 所有的花枕 又會左右上下的方向都不一致 這樣就不靚仔了 直到最後的一朵花開了 這樣就可以轉動方向 因為花是不會跟著肝源走的 胡蝶蘭在冬季至春季 是最容易生花劍的 不同的地區的月份是有分別的 那胡蝶蘭由花牙生到有花碎 是需要兩至四個月 正常花期是可以維持到兩三個月左右 如果你的蘭花是比較健康 但你有沒有生到花劍的話 就要考慮一下溫度、通風、日照和私肥的問題 可以參考一下我早前的影片 家養的植株如果養護得好 就可以再次開花 那注意花期的養護 那些花就會開得久一點 這次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一次我會跟大家分享 如何令到胡蝶蘭再次開花 如果你們還在看這條影片 請分享、訂閱和給我一個like 歡迎任何的留言 包括表情符號 多謝你們的收看